今年75岁的杜甫人曾经是一名火车司机, 她与火车打了一辈子交道。 退休后,她用画笔画高铁, 创作了一幅幅高铁与太行山水相融的美丽画卷。 7月31日,记者在杜甫人位于河北省石家庄的家中看到, 客厅的墙上挂满了老人自己创作的山水画, 画中的列车穿行在太行崇山峻岭中。 据杜甫人介绍,她从1961年开始就在石台铁路工作, 曾无数次穿梭往来于太行山。 杜甫人说,她工作时就喜欢画画, 退休后,她到当地的老年大学进行了专门的学习。 杜甫人的第一幅太阳山高铁山水画, 创作于十年前,那是太阳山区第一次通行高铁。 杜甫人说,太阳山区开通高铁, 对老区的发展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。 在这幅名为《太行新歌》的作品里, 老人画了两座桥, 一座是山区老旧的石桥, 一座是高铁正飞驰而过的高架桥。 两座桥遥相呼应。 你看这个高铁通了以后, 和当时山村的那个旧桥一比较, 铁路的开通给这里的农村山沟变化多大, 使我心里特别高兴。 所以说反映了铁路的变化, 带来了农村的变化。 老百姓那天是特别高兴, 欢笑桥落大骨, 欢迎高铁的开通。 杜甫人告诉记者, 参加工作的36年里, 她做过火车商煤工, 火车副司机, 火车司机, 几乎开过出高铁外的所有车型。 她对每一代机车都有很深的感情。 杜甫人说, 现在的列车越来越先进, 未来再出现什么先进的列车, 它都要画进去。 她希望用画让人们记住 中国铁路的发展立场。 火车每一代的变迁变化、淘汰, 都对我来说就是很舍不得。 我总想有一个小小的愿望, 把所有的画, 尤其是铁路的山水画, 搞一个摘篮, 把自己的作品让大家看, 分享这个诗课。